继续来跟进巴西古当化学废弃影响学生的事件 今天再有超过20名来自巴西古当附近学校的学生 出现呼吸困难 恶心和呕吐的现象而接受治疗 为了避免有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受害 受指示暂时关闭的学校已经从昨天的11所增加到34所 今天上午10点左右 大约20名学生由民房局的救护车和消防及拯救局的车 送到巴西布爹人民大会堂接受及时治疗 巴西布爹人民大会堂从上个礼拜天开始 开放给吸入毒气而感到身体不适的民众 让他们在送去政府医院之前先在那里接受初步治疗 今天教育部部长马志里在下指令 关闭巴西古当附近总共34所学校 这当中包括18所国校 13所国中 两所宗教学校以及一所丹米尔小学 以进一步控制毒气对学生的影响 部长在文告中声明 34所学校的老师也无需到学校执勤 而该部门也将和环境部 柔佛州政府密切合作 关注事态发展 马兴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中文堂